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我们看到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则是被蓝营立委指控 说他在担任高雄市长的任内挪用了气暴善款 那现在陈菊决定要提告告三名栏尾 他就强调了这气暴善款核销都有经过市府内部非常严格的审核 一层接着一层绝对不是他个人的小金库 劳保在七年之后难道要面临破产吗 监察院调查发现2017年度的劳保基金出现了收支逆差 那预估这劳保基金恐怕会在2026年用完 到时候财务缺口会高达834亿元 所以呢就认为说应该要赶快进行劳保的年改 好行政院拼观光现在又祭出好康咯 第一波不是有那个秋冬旅游 每个房间大概都可以补住1000块吗 现在是第二波就是再砸10亿元的预算 游客以后只要入住饭店就可以拿到200块 去夜市迟迟喝喝 最新民调出炉 蓝绿对决之下 韩国瑜的支持度持续跌破三成 他目前是以28.3%的支持度 输给了蔡英文的39.8% 双方的差距已经来到了11.5%了 持续在扩大 而如果把郭台铭跟柯文哲都拉进来 进行一个交叉对比的话 韩国瑜仍旧是输给蔡英文的 好精选新闻马上来关心 国民党现在呢要赶快进行整合 那外传其实党内为了要劝退郭台铭 要他不要选总统 打算祭出权力交换 拿什么来换呢 就是拿国会龙头或者是不分区立委 好但是郭台铭的幕僚 蔡庆瑜就有说 说郭台铭啊 很不屑这样的政治交换 他觉得太龙龙了 团队没有听说这样的交换 而且他们也不想去听说 只不过我们提到了蔡庆瑜 就要带您来看到 刚刚加入团队 怎么就爆出公斗戏马呢 在受访的时候 他只喊冤 甚至呢还拿郭柯王当例子哦 他说你看这三人 明明沟通无碍 还不是被外界猛传不合 言谈间感觉很无奈